今天用NBA安搭建一個好玩的流程 实现每天发送当天的天文图片到Telegram频道 天文图片我们可以从NASA的官方API来获取 整个的流程实现也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如何来进行配置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流程 在第一个节点配置是该做出一个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触发工作流的时间 比如在每天的零点自动触发工作流 或者每周周期的几点几分触发工作流 接着我们添加第二个节点 搜索NASA N8N里面内置了NASA的节点 我们直接选择就可以 选中节点后 我们选择get the astronomy picture of the day的操作 在节点的配置里面 我们首先需要连接到NASA的账号 再添加账号这里 需要去维护它的API key进去 那么我们直接去到官网 用邮箱注册获取即可 非常的简单 在官网的ZenRate API key菜单下 填写自己的信息和邮箱 点击注册 然后网上会把API key通过你注册的邮箱地址发送给你 直接复制粘贴即可 连接完成后 其他字段可以不用管 我们直接点击Test试试看 这里稍等一下 看待右侧是已经Apple出的结果 说明这个接口运行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点击又观看一下 天文图片是已经可以正常的展示出来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获取到的天文图片 通过Telegram的频道发送出来 在第三个节点 我们添加一个Telegram节点 选择Sender Photomassage的操作 首先我们先把创建好的Bud的Token 连贴到这里来 连接到我们的TelegramBud 如何创建Bud和获取Token 今天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接着我们把Bud的拆带地复制过来 然后在Photo的字段这里 我们把Isa节点Output出来的UiAuto 载到这里 这样基本就都配置完成了 我们点击Test来试试看 稍等一会 看到节点是已经运行成功了 在Output里面我们已经看到正常输出的数据 同时在Telegram的Bud里 也收到了对应的图片 我们切换到Telegram里看看 Bud里已经收到了 点击查看天文图片 感觉还是蛮震撼的 到这里 这个流程就配置完成了 素质又简单又有意思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持续分享一些 好玩实用的工具和教程 来提高大家工作和赚钱的效率 谢谢